安傑大師 安傑大師 這是燕莫斯的作者安傑大師 來跟我們一起一個見面會 那請大家給大師一個掌聲吧 因為我必須承認我是蠻緊張的 因為昨天我有先看大師的第一場見面會 他有特別提到說 他個人只能忍受三個笨問題 到第四個的時候他就會出手打人 那我今天很擔心我大概準備了每一個問題 所以我只要問到第四個問題時 我都會盡量跳過 避免他攻擊我 那我就快速介紹一下 就是那個叫什麼 他是總共是煉魔式短篇 然後還有包括是五個長篇 那包括說最近還有出了一個新的 在2013年的新作品 那等一下的問題 因為像說昨天的比較像是一個開場 就是說看看大師來到書展 他的創作的新程 例如路程或組接等等 那今天我們的問題會比較主重在說 就是煉魔式小說的一些內容 那一些比較深度的討論 那我先問一個比較 不禮貌的問題是 請問在座有人是完全沒有看過煉魔式的嗎 可以舉手沒有關係不會打你 好OKOK沒關係沒關係 那謝謝你 因為剛剛大師有說 在場裡面大概會有三成的人士 看到椅子都坐進來 所以不一定有越讀過越無視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訪談 那看老師會不會要跟所有人先說點什麼 然後問一下大家又要跟大家說些什麼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這個Q&A的時間 請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 他說他沒有笨問題不要擔心 只有那個笨回答 所以他是很有信心的有笨而來的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對不用擔心 任何問題我都會先把你們問完了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會先從短篇開始 那基本上在煉魔式兩本短篇之中 有許多內容 那都跟所謂的斯拉夫神話有關 我相信各位台灣的觀眾 比較對這塊很陌生 那我們就想請大師跟我們介紹一下說 關於斯拉夫的神話裡面 有哪些特別的地方 斯拉夫神話裡面 因為每次的密程也有特別的 每一種的祖物 最重要的時候 我們會看的是 它是 最主要的想法 那中文 靈寫 那中文靈寬 那中文靈寫 都和中文靈寫 都是人家敵 有種的 雖然 例如在西方的神話中 例如在西方的神話中 他們的神話中 他們的神話中 在西方的神話中 他們的神話中 一直都會有猛獵 等待你吃飯 其實所有的神話 本身這位神話都是很特別的 我必須說 在斯拉夫神話他特別之處 是多數的時候 我們認為自然 跟所有自然周圍的力量 他們的連結 其實是對人類是邪惡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龍都是會吃人的 不像說我們亞洲的龍 你就會覺得 他好像人好一點 比較nice 不是的 所以在斯拉夫我們那邊的龍 或者周圍所謂神話裡面 很多的怪物 是對人類帶著比較多敵意的 所以 所以 我認為 這也有關聯繫 與 俄羅斯的社會 和俄羅斯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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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神話 他們 他們 被禁止 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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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另一個解釋方法 也可以說 就是這些斯拉夫神話 在當時的環境當中 因為有領主跟農民 在波蘭的社會結構裡面 是有這樣的階級 所以也許這些領主 或者說這些國王 他們都會跟他們農民說 那個山頭那邊有怪物 你最好不要離開這裡 如果你走太遠的話 那邊的怪物會吃掉你 所以 也許這也是 斯拉夫文化 就是充滿這麼多邪惡怪物 它存在的意義 OK Let's proceed time is money OK好 那第二題是我多年前 曾經寫過 關於安潔老師的一個專訪 那他有提過說 他那時候 之所以去投稿奇幻雜誌 是因為波蘭一個 很有名的民間故事 叫做邪將屠龍 那因為他看到這個故事 他覺得說 為什麼要打一隻龍 會請一個邪將來去負責 他覺得我們應該找一點 更專業的人士來處理 這才誕生獵魔士這個職業的由來 那我們就想問問他說 欸 在波蘭還有哪些 很有趣的民間故事 可能是啟發了他 或是他覺得很值得 跟各位台灣觀眾分享 或是他會有多想要訪 或是更多想要訪 或是他會有更多想要訪 或是他會有多想要訪 或是有多想要訪 好想要訪 好想要訪 我真的想要訪 你不可以相信, 世界幼稚园是真正的 只是一件 fairy tales, 只是孩子 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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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存在 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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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存在 《Game of Thrones》, 它不存在, 它不存在 你相信, 它是真正的, 真正的世界 所以, 当我写了我的第一次故事, 我写了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在古典的故事, 故事的故事, 故事的 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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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离了 因为她那些巨猛 这个小巨猛猛猛猛猛报道, 这个小巨猛猛 救了她 他回到一个人物 我认为, 说, 是 这所获得的 在幅度的幅度, 幅度是真正的 而因实 身边, 身边习猛猛猛猛 surely 含有什么 因为他们学习 整個生命如何製造衣服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製造衣服 是無論如何製造衣服 因為他們不是準備好 誰可以製造衣服? 充裁? 不是,充裁是太愚蠢 充裁? 他們是比充裁比充裁 誰? 特別是 充裁充製 人們是太愚蠢 甚至是一個人 只要殺人物 他們是責任的社會 社會不存在 因為你不可以進去木屋 去捕捉蠢 或捕捉蠢 因為在木屋裡有些人物 所以你叫做獅子 去捕捉蠢 然後你會捕捉蠢 你不可以進水 因為有些人物 因為有些人物 藏著 在水中 你放在水中 去捕捉蠢 去捕捉蠢 你會捕捕捉蠢 你會捕捉蠢 所以你叫做獅子 獅子 獅子 你會捕捕捉蠢 你會捕捉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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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故事裡面 你會覺得 這些龍像 尤其是亞洲的神話 我們的龍 我們的矮人 我們的仙女 其實都是好人 都是好的 你會覺得這些故事 多麼的美好 美好到不實在 你會覺得不實人間焉果 它是虛幻的 它不是真實的 可是在 如果說你把神話 對他來說 神話是虛幻的 不實在 但是如果講到奇幻文學的話 對他們來說 fantasy奇幻文學 是實在的 對他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他剛剛說的 在從前的斯大夫社會當中 因為為了讓農民不要亂跑 所以呢他們是相信 這些怪物與人同在 是在自然界之中 所以這就回答 這就牽引到第二層的回答 就是當初在創造這個 獵魔士這個角色的時候 雖然神話故事 波蘭的神話 有一個就是 鞋匠打敗了 殺死了龍的故事 你會覺得 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鞋匠幹嘛去殺龍 到底是什麼情境之下 非要去屠龍不可 那實際上 那個神話故事 是因為 王公裡面有爭執 所以那些王子跟公主呢 就輪流去殺龍 可是又殺不死 那可能就危害了民生 於是變成鞋匠要去殺龍 那以 老師來說 以安傑拉 他覺得這個還不到 fantasy的水準 因為他覺得這樣不實在 當你在就是鞋匠 在真實世界當中 我們要知道他只會做鞋 對吧 哪一個鞋匠真的會殺龍啊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要創造一個合理的角色 在奇幻文學裡面 他覺得這個真實性 一個真實實用的世界觀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這也就是牽引到 他後面為什麼創造出 獵魔師這個角色 他為什麼不是鞋匠呢 他必須是一個專家才行 不是嗎 那個鞋匠只會做鞋 不是嗎 所以他剛剛回來就說 其實我們就講說 你不能叫軍人去殺龍啊 現實世界當中 你會覺得那我們開軍火吧 我們用什麼武器去屠龍吧 不行 在fantasy當中 因為他接力氣 他是真實的 所以軍人不能殺 牧師不能殺 到後來找一個專家來殺 那就是我們的捷洛特出來殺 所以以他來說 神話還有奇幻文學 他的真實性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脈絡出來的 史詩般的回答 對 就是 對那 因為他剛剛好就是 安潔的回答 直接扁我的第三題 就一直回答 所以我們就是 換到下一個題目 那 下一個題目比較有趣的是說 因為 大家都知道說 獵魔師裡面登場了很多以前 我們耳熟能想的怪物 不論是吸血鬼 或是飛天蜥蜴 或是龍 那這些名詞 對各位奇幻讀者來說 都很熟悉 但他在故事裡面 常常會有不一樣的樣貌 不一樣的習性 或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一些 像是禁忌或是習俗之類的 那我們就特別想要問他說 有讓他特別印象深刻的怪物嗎 或是說 他又是怎麼做這些怪物的取材 對 這是我們好奇的部分 如何説追考古怪物 例如《八個字兜》 如何讀到外國的史上 我不喜歡來Miitology 到外國的歷史上 但我沒有其他 убruksafor example the bruxa he is spanish of course the lady that turns into the fox kitsune japanese You name it,you know kikimura is russian the striga is polish some gnomes are german for me it's no no difference 我认为这种语言,因为我并不承认为世界建筑人,像 Tolkien 没有,我的语言是世界,就是像画面背后的英雄 好的,延续前面的回答,因为讲到这个神话,或者说是不是只有斯拉夫神话是他这个写作的时候的灵感来源,其实不只是这样,对他来说,其实神话只要好看,就像任何一本书只要好看,他就会读下去, 所以在《烈魔士》当中呢,比如说,有来自像是日本的狐仙Kitsune,那或者说是Kikimoran,他其实是来自俄国,就是俄国的神话,或者说是Drenals,这些是来自德国的神话,德国的就是这些乡野传说的影响,所以对他来说,他并不会去限定说,我一定要斯拉夫,一定要代表什么东西才行,对他来说,他说他不像是托尔金那样,好像他的世界观要如此的庞大巨细迷,不是的,对他来说,在《烈魔士》里面,这个世界观, 只是英雄背后的布景,像是一幅画,淡淡的就好,并不是一个主角,所以对他来说,也许这一切就是,综合各地的灵感,各地的神话,像是鸡尾酒一样,是调和出来之后,一个柔顺的味道。 我本来想问他最喜欢的怪物是什么,但是因为他,老师刚刚是比较回答说,比较过关于说,就是怪,这些来自世界各不同的怪物,然后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世界,那下一个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说他是第五个问题,因为我怕被他攻击,那就是说我们的短片里面,我们都知道《烈魔士》的短片里面,它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名称, 比方说,大家最有名的《两害曲奇轻》,或是《可能的极限》,那这些短片里面,它最有趣在于说,它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面,它瞬间构思了一个起承转合,并且让你有一些余韵,有一些思考说,他探讨了一个有点类似哲学,或是一类主题,那我就很害怕,它是怎么去设计这些短片的,那这些短片的主题又是从何而来的? Yes, so you are asking me about the recipe, how to do it, well, I can teach you how to do spaghetti bolognese, or fried rice, but not how to write, because it's not like this, there is no recipe, you must do it right, first of all, right, good, good, with good beginning, with the first sentence, then you travel to your through the story, through the story, and you, and it, well, you can be, it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work of a sculpture, you know, the sculpture, people ask the sculpture, how, how did you make such a good sculpture of the Greek goddess, naked, how do you make it, how do you make it? What's your technique? What's your technique? And the sculpture said, I take a great piece of stone, and cut everything that is not the goddess. You know, working with a story or novel is absolutely the same. You just write many words, and then you take out the bad ones. And what remains, it's a good story. That's my recipe. Do not expect me to tell you more. 好,大家有听懂吗? 好,这就可能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小说家的主要理由。 好,那我们接下来会进到比较关于长篇的探讨,那长篇的话,我觉得长篇最有趣是说长篇的世界呈现的是跟短篇的氛围不太一样,它呈现的是一个战火绵延的世界,那我就特别想问问它说关于战争,因为它的,呃,安捷笔下的战争跟我们平常我们在一些传统奇幻小说里面看过的,其实有一些差别,因为通常是这些主角通常都是这个战争中的中心,或是一个主轴,或是一个影响者, 但是它的,它的描写出来的战争特别的不一样,或是杰洛特这个怪物猎人在这个战争的世界里面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问它关于说战争对它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有没有影响到它的创作层面上。 what theory Do you think about The war? Do you think about the world and the blog of the world? So you ask me about my writing, or my point of view.. no let's, let's stay with, let's stay with the books, yes? So it is classic, class like for fantasy to depict a fight, or a strugg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evil and 在那些威力中的法律 好人们对坏人们 我们站住 有没有幻想没有幻想的 没有 必须有 什么更多 要做一个好的图 很好的想法 要取出自己的主角 而把他放進了一種狗狗的狗狗 主要是战争 战争是很好的作者 你可以作出非常有趣的故事 你的狗狗在狗狗的狗狗 但如果你問我我的意見 我讀了一種狗狗的狗狗 我讀了很年輕 可能八年年紀 可能五年年紀 我現在是76年紀 所以我讀了韩战争 所以我讀了在所有的狗狗狗狗 照片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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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冒刀 因为 当時 1956年 it was the Polish revolution in October56 the rise of the workers against Stalinism then Hungary in the same year 1956 the bloody war in Hungary Budapest the Russ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massacre of Budapest 中国人是个人,对南,然后在国内,所有新闻、中国人,全争论的计划,写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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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 then Afghanistan, the russine intervention 10 years of bloody war with 15 000 soldiers killed during this 10 years war now in intervention or aggression in Ukraine 15,000 maybe in the first two weeks not in the first two weeks and in January last year a lady asked me this is of course you are an old guy a former former soldier lieutenant in the polish arm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something in ukraine can we expect something bad there i said my dear lady we live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impos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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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e a war in the center of europe the war maybe in africa maybe in asia but in the center of europe in 21st century no please do not believe that what the the people's people are saying it is not true believe me that cannot happen it was january yes and then february the war was full bloom let's say so just like this please i don't want in my life see another one i don't want it um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過一些戰爭但是他記得是2022年1月的時候有人就問他 欸薩普科夫斯基先生就是您之前從過軍您認為這個烏克蘭的局勢會不會一觸即發 他說不會吧都已經21世紀了我們怎麼還會在歐洲的中心打仗呢 他不相信那但是在二月的時候那個戰事就是全面豁出去了 就是短短幾週的時間就是俄烏戰爭就已經死了一萬五千人 那他講到說呢其實戰爭當然在我們的奇幻文權當中 或者說是我們在講神話裡面常常都會有善惡二元的對抗 戰爭是很常見的如果以寫作來講你把你的人物丟進去這個戰爭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寫就是可以想像像巫婆的大人物在泡一鍋湯一樣 你丟進很多的材料讓他去戰爭裡面打打殺殺你就可以寫出很多的故事 所以寫作技巧上戰爭對他的主角對人物來說是很好的環境 但就是僅此而已如果說真實世界的話就說像他現在已經是76歲 那從小的八九歲的時候其實歐洲一直也不是很穩定 他最早記憶第一個戰爭是韓戰 那即便說是在亞洲但當時波蘭的報紙媒體也都有報導 那到了1956年呢那時候呢就開始像波蘭或者是東歐 他們也有像是史達林的崛起那或者說是在匈牙利布達佩斯 因為俄國的入侵前蘇聯的入侵所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發生了大屠殺 這也是1956年的時候再來後面是越戰 還有像是阿富汗戰爭持續了10年總共死了5萬個軍人 這些也都是持續在波蘭他都有讀到去接收到的訊息 所以再回到俄物戰爭他現在感覺是希望有生之年不要再有戰爭了 他不想要再看到另外的戰爭 他剛才是發出了沉痛的呼籲呢 我其實下一個問題是問政治相關的 但我現在決定跳過他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問題其實有點像是說我們對於 長篇他的氣氛的那個轉變裡面戰爭的氛圍改變他們這樣 那我覺得我們下一個問題我想要講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 就是大概在多年前就是大師來台灣 好像是上一次他來台灣的時候 有人問他說他對於喬治 馬丁 George Martin就是《閉與火之歌》作者的想法 那他那時候的回答是說他覺得他實在殺太多人了 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會做到那樣子 但事實上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書了 我們也沒有劇透 但是老爺子手下也是不留情的 那我就特別想問他說關於殺死角色這件事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創作技巧 我們不是在批評他說他殺了太多人 或什麼等等 而是殺死角色這個創作的技巧 或是角色在書中死亡對他來說是有什麼樣的意義 其實其實沒有人是在哪裏 因為他實在是上課的 真的猜疑 從最初是革命之一的 我也能串呼回答 從何要是想起 open 那就是你看這句話 那就是我的思考 我認識我自己的意義 我認識 George R.R. Martin 遇到許多雅劇宣幣的 我真的問他 他真的問他 發佈了 respective heroes and you like you like some hero and suddenly he's dead so it's a quite bad economy bad economy it must be like this so um but you know much my stories were first first so i i 我沒有想到的意義 沒有在看過 有所謂的 沒有被我所探索的 沒有被捕到的 我沒有物質 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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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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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挑战与弱的弱困 基本上,在幻想的幻想,应该是一个宿战 的宿战与Sauron 例如,Barad-dûr 你必须来到Barad-dûr 与弄什么进去河河 这终的挑战 一个宿战是死的 其他人是幸福的 我说,OK,我会做到另一个方式 一样是活动 其他人是死的 当然当然,人们说我 你去死的方式 我说,人们是在乱严重的方式 人们在乱严重的方式 在乱严重的方式 是不划算啊 乔治马丁就说,没有啊 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该死的时候就死不是吗 那其实他自己就觉得说,没有 可是他现在要讲说 他严重的声明就是 我在电魔室里面写出来这种死法 跟乔治马丁没有关系 就是他们死得很快 可是跟那个托尔基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跟乔治马丁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两个有什么受到他的影响 不是 我只是觉得很自然的 在故事当中 比如说有时候 当这个故事的情节来到 你到了火山口 你要献祭 或者说你可能遭遇了 这些邪恶的力量 挣扎到最后的时候 难免会有伤亡的时候 这些死亡就会发生了 那当然有时候也是会有读者跟我说 那为什么要死那么多人 你去打怪物打龙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死一个其他的活者 对不对 可是他觉得我偏要反其道而行 我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只活一个 全部其他都死掉呢 那有人就说 那这样他们的死法很蠢啊 就是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死掉了耶 他说不会啊 可是你看人生在世 谁的死法聪明了 是不是 我们什么人有过聪明的 或者很有智慧的死法吗 常常也都是一瞬间 就领了便当就走了 不是吗 关于这我只是有个有趣的分享 之前我在YouTube上看过一个影片 他直接比较三本小说 第一本小说是冰与火 第二本小说是猎魔士 第三本是魔戒 然后他直接计算说 他们每一页也会死多少人 然后前面的脊椎数 都一直很高一直很高 到魔戒的时候短了非常非常久 才终于死了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想看一个 就是比较皆大欢喜 或者大家死的比较少的话 建议去看魔戒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我也想问一点 比较轻松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基本上 烈魔士里面除了烈魔士 他是一个主要的职业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业 是所谓的魔法师 也就是所谓的巫师 那基本上 老爷子笔下的魔法师 比我们在传统奇幻文学 巫师他比较是智者 或者说像是甘道夫那样子 是替你提供一些建议 但他里面的巫师里面 多了一些多重的身份 可能像是间谍 国策顾问 甚至有的巫师 需要带军队打仗的 那我就很好奇说 他笔下 他怎么想像这些巫师 他可不可以聊一聊 他笔下这些巫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面向 和比传统的故事里面 多了更多的功能性 他似乎是有很多的 他有很多的 有些多幻想的 是你 如果你是幻想的 也讀了很多幻想的 你能看到 有些重症 很多人有很相似的 有很多幻想的 不同的观点 到的 魔法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魔王 你拿到Tolkien 所以有魔鬼,使用魔鬼, 奸将能做魔鬼, 而成功的崇弗 传奇导师有其他方法规则 有其他方法规则是 Terry Brookes的语曲 看著《Martin》和《Game of Drones》 是同樣的 你叫他們嗎?我忘了 他們的學校 《Magic》 《Maestors》 是同樣的《Chinese》 《Maestors》 在很多《Novel》有學校的學校 《Magic-Magic》《Oxford》 他們教了 從年輕人 到大師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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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師傭人 到大師傭人 到什麼 《кр SM?》 法師傭人 到大師傭人 不可以 没有没有魔觉. 私似乎两个例子都不能提供一个难 Himmels. 魔数必�要在魔数是有学法的 25分比pin的 Cela审明是什么 設置某 мужчину从其他挥稳。 需持续想务力、ibilities如作为 But you make it. It's not some kind of stealing somebody's ideas. Invent something of your own. 圓州武士裡面好了 大家記得圓州武士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梅林嗎 很多時候呢就是這個書裡面會使用魔法的人數是有限的 在我們想過這件事情 圓州武士那麼多人 可是會用魔法只有兩個 梅林跟他的另外一個可能是壞蛋 那或者說是像是托爾金裡面 那裡面他使用的能夠使用魔法的人有魔術師 那還有像是Elf、喬爾人 或者說是可能有一些使用部分魔力的人 其實都是有限的 所以第一個概念是在奇幻小說裡面一定有魔法 而且他常常是一個非常有限的資源 那再來是對作家來說 像是比如說Terry Brooks 或者像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後面的冰與火之歌 大家也很熟悉的 其實這些不同的魔法他表現的方式 作家創作的這些會用魔法的人 其實就是作家他本身的記憶 他自己的設計 我講的記憶其實是那個craft 就是他的寫作的技術 那所以像是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各位可以想像 像是也許像哈利波特裡面 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字 叫做牛津大學 他說有的地方是把這個教授魔法 傳遞魔法像是學院一樣 從小到大 從小學進去 從基礎的魔法 然後把你訓練到成為國師 那這時候呢 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 他們對於魔法的使用 魔法如何被使用被詢化 或者魔法師如何在整個故事當中扮演一個角色 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不同的風格 他說他沒有去偷學別人 絕對沒有 但是很有趣的是 他說 還有一件事情是 這些魔法師啊 或者說像是女巫 他們都不會死耶 他可能會占卜說 你要把那個國王殺掉 你要把誰給除掉 但是通常 經過這些殺戮之後 別人死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那個魔法師 大部分都會一直存在到最後 就像是魔法這個元素 在所有的奇幻文學當中一樣 他其實都一直會在那裡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 這就是針對這個問題的軌道 好 那因為我們剩下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就可以開放各位來詢問大事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的話 也是比較輕鬆一點 我把輕鬆的問題就擺在後方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網路上 我們有時候會形容 蠻多網友會形容捷洛特 是所謂的波蘭師公 因為我們都知道 師公是一種我們台灣用來抓鬼的職業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在亞洲我們也有很多怪物等等 因為剛剛我跟他閒聊過程中 他有談到一些關於日本啊 或是他對於一些亞洲等地區的怪物 我就很好奇說 他對亞洲的這些怪物 或是神怪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他有沒有興趣 或是也許在未來 會把這些亞洲的 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怪物 寫進他的小說裡面 有些奇蹟想法 有些人來的 台灣人? 對不起,沒有 所以沒有想法 當然,我有一個總的想法 和想法 和魔物和魔物 在西方的 mythologies 很興奮 的想法 想法 如果是你所說 可以很幫助 你跟著你 有趣的事情 所以 另外一方 但是 我先讀它 因為 我不喜歡 做錯誤 所以 我生意 有些愚蠢的 你會笑 沒有 對不起 我知道 他先說 雖然短期內還沒有想過要寫台灣的鬼怪 可是那是因為他還沒有做過研究 所以給他一點時間 對台灣 或者說是亞洲 像他講的如果有像狐仙 或者像是我們亞洲的一些神話 一些鬼怪的故事 他都有興趣也有耳聞略知一二 但是真的要寫成故事裡面的 怪物的時候 請給他多一點時間他研究一下 不然要是寫出太蠢的東西 會被人家笑 愛惜羽毛的大師 提供未來的寫師 請先去研究 請先去研究 不要再誤會 請先去研究 同樣也是給未來的小說家 一個忠告 寫東西之前要好好做你的功課 然後一些給人探聽 所以你要做好你的功課 不要寫出來被人家見笑 因為我 因為我最近在國中教書 然後我問 我那時候就非常無聊的問我的學生說 你們知道台灣有什麼樣的怪物嗎 既然有很多學生舉手告訴我說 台灣的怪物是台灣黑熊 對 就是 對 大師說的很對 我們要先study 真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 我們現在有充足20分鐘的時間 開放給各位觀眾提問 這樣 那希望說盡量你們的問題 希望盡量是 就集中在一個問題裡面 因為 有時候會有一些複合式的問題 他等於說會要反覆回答很多次 盡量就集中成一個問題就好了 那有沒有人 對 現在開放現場的提問 想對安傑的提問 有沒有 沒有 Mestro您好 呃 在你的書裡面呢 有很多的角色 還有看大家講話的時候 那個唇語 我覺得他有神秘的溝通術 所以不好意思 請大家發言的時候 等一下把口罩拿掉 謝謝謝謝 大師您好 因為我在閱讀你的書的時候 你的角色呢 他在背後的那個背景 不是都非常的深刻 各種的糾結 以及他的那個角色 你敘述的上面 非常的詳細 那我想知道說 在你創造這些角色裡面 有沒有 你最喜歡的角色 或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或是你花最多功夫在這上面的角色 謝謝 So You asked me Like you ask a father So Among your ugly daughters Who Do you like Morris This ugly daughter There are ugly daughters So No My daughters are all beautiful And I love them all And I love them all 這樣可能 那還有沒有問題 那還有沒有問題 也有 那我們先讓這位好不好 老師你好 我想詢問說 關於獵魔士 可能跟剛剛有點重複 就是 就是獵魔士系列裡面說 就是有沒有 老師您最喜歡的劇情 章節 或者說你認為最值得一位 一讀再讀 然後甚至推文後面 我還要做 那是 那一個 那是 那是 那一個 是 我 我 那是 你自己喜歡 那一個 那是 所以 那一個 那一個 我寫出來每一個字都是我的愛 那些不能夠進入我作品的自我都是一樣的 都不在那裡了 所以留下來的每一個都很美都是我的愛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雕塑家的故事嘛 沒有看到的石頭就不在那裡了 所以呢所有你看到的都是我的愛 所以什麼好和不好是讓你選擇 對著人家,不是我 我做了什麼我説是最好的 所以在很多的版本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 我選擇 我的最好的 和唯一的 好的但是當然這個作家也是一個非常以讀者為中心的 他剛剛回答是他以作家的立場 你問一個爸爸說你的仇女兒喜歡哪一個 他當然告訴你說沒有全部都很美都喜歡 以他來說他也是窮盡畢生之力 用他心目中他作為一個作家最專業的最好的方法 成就了戀魔士的故事 那當然你喜歡哪一段喜歡哪一個角色 當然也是可以留給讀者去評斷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歡的橋段喜歡的角色 但是如果你問作家這個問題的話 以他來說當然是全部我都喜歡 要畫面 我再畫面 三個畫面 刀是香女兒 所以營造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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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互相, use each other, or making love to each other, it serves the plot. plot is a queen. 那還有呢其實在故事當中這個發展的劇情呢 你要想我們在思考這些角色的時候 你就把它想成所有的角色 它的起伏都是像是孝中皇后的武士 你今天在看哪一個角色 為什麼他活著 為什麼他死掉了 為什麼他們在做愛做的事情 為什麼兩個人在一起 其實都是因為劇情 要符合這個劇情的走向 所以對她來說 就是劇情是像皇后一樣很重要的存在 所以以此來解釋這些角色的變化 好 那我們再繼續開放下一個問題 希望大家不要再關心大師的女兒的事情了好嗎 大師有很多女兒 大家都可以去回家 Hello I just wanna say I really love your stories and I wanted to know if you ever struggle with writer's block and some process that you do to get yourself inspired to write again I understand this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是不是大家寫作的時候 作家有在寫東西的人會感覺到 有時候會有撞長期對不對 東西寫不出來的時候 編輯狂摳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是什麼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Writer's block is overrate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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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opinion It is invention of lazy writers Nothing more 好 要講說這個撞牆呢 對我來說呢 這個是大家言過其實 根本沒有那道牆的存在 頂多是空中樓閣 他覺得所謂這種撞牆呢 其實都是懶惰的作家發明出來的託詞罷了 But of course laziness It's For me it's quite a good idea To do nothing You know I work I'm 70 I told you I'm 76 I've done enough in my life Right now I'm doing nothing And Intent to do so Till I'm dead 但我也不是說懶惰不好啦 你看我今年都76 Till I'm not working 我今年都76歲了 我覺得呢我的人生 從今天開始我就懶惰就好了 這是我的打算 我希望呢就是從今天開始我什麼時候不要做 我不是說懶惰不好囉 懶惰也蠻好的 好那我們看到下一個問題 我們給一點後面的機會好不好 請等一下 Jane Doblit I want to ask you Do you like the way how Netflix shows your story compare to your novel or you think it could be better or not So as far as the series is concerned I've seen better and I've seen worse 好剛剛這個問題是說呢 我們現在這個Netflix上面 不是也有這麼多的這個改編嗎 拍成了這個影片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是問說 您比較喜歡 有沒有喜歡的地方 你覺得要改編這個比較起原作呢 是怎麼樣呢 他就說 剛剛先 前面講一點人說 有的地方好啦 比較好 有的地方也比較不好啦 都有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literary works into movies can be depicted as a Gaussian curve mathematicians you know and if not you can google it So Gaussian curve is something like a big tit resembling a big tit It is statistics yes So at the bottom of the Gaussian curve are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or works or books which are terribly worse which are terribly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then you go up the curve and you have the adaptations that are bad but not terribly just bad on the top of the Gaussian curve statistically the most the most the adaptations they are just bad just bad then you go down the Gaussian curve then you go down the Gaussian curve and you see the adaptations they are slightly worse than the original and at the end you have adaptations movies or serie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and at the end you have adaptations movies or serie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very rare and you start to reach to the and you see the and you see the and you see the and you can see the and you see the sura and you see the sura sura en and you know 看到都是很糟糕很爛的改編 就是改編的筆書糟很多 你慢慢爬上去 中間可能會遇到不是很好 可是好像還可以慢慢的 你會覺得漸入佳境 那慢慢的走過山再下來的時候 終於好像沒那麼糟了 還可以不難接受 那也許當你翻過這座山頭 你會遇到真的改編的 比原來小說還要好的作品 很少很少很少他強調 然後他剛才所有用的形容詞都是不好 都是很糟糕很糟糕 所以我想他的意思其實是都不會太好 再說一件事 如果你要批准一個想法 例如是電影、電影、遊戲、遊戲 如果你要批准一個想法 你只能批准它 另外呢就是講到這種跨媒界的改編 比如說你有一個想法 你有一個故事 可是你把它從平面的文字改變成可能是動畫 手遊、遊戲 其實都不會太好 通常結果下場都不會太好 對,那個先提醒一下 JUSTICE MUST BE DONE 先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就是王菲的 好啦可以提 要先問中文嗎還是 我直接問英文 然後麻煩您翻譯給大家 OK 所以我還想問一下 你仍然有同樣享受到現在 寫著《G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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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星球到星球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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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有趣 好的 剛剛問這個問題是說 畢竟我們這個《獵魔士》 從最初的短片到現在 已經這麼久已經寫了這麼多 那他寫作的心情 作為作家你寫作 當初你第一次寫出來這個作品 跟到現在你寫作還是一樣樂在其中嗎 那大師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他說當然啊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故事 其實寫作是累的 是會讓人覺得疲倦的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對我來說 我並不覺得無聊 這有點像是你看到遠方的星星 其實這世界上你看遙望宇宙 宇宙裡面總有那一顆星 你會想要去更了解 也許它的軌跡 它的所在 它那一顆星球上的一切 所以對我來說有點像是一個無盡的追尋 時不時 他還是會想著說 獵魔士是不是還可以有新的情節 他們可能會怎麼樣發展 所以換句話說 好消息就是 他還有可能會繼續寫 好我們給一下後面的機會好不好 後面的有沒有 後面一點的 好好我們就走遠一點 好想請問一下那個 獵魔士的主要角色Gerald 然後他是一個畫畫公子的設定形象 那通常這樣的設定是為了滿足男性讀者 還是作者本身的自我投射 還是如果這樣寫的話沒有考慮到說會嚇跑一些女性讀者嗎 這是我比較想要問的大師的這個問題 謝謝 我不是一個女性嫌疑 或是女性嫌疑 當然 你可能知道 在俄羅斯的 mythology 有很多怪物 是女性的 有很多 可能 可能是俄羅斯的 他不知道 我只想去看 我現在想不想 都不想 太陽性了 不想說 太陽性了 武器 因為 我的總統 殺了一些女性 因為 其他女性 我的認為是蝦拉夫神話當中 很多怪物是母的啦 也不是說特定是某一個性別 我對他們就有什麼想法 也不是這樣 那我個人呢 其實對女性 周圍女性 我都也是抱持了同理心 並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特別就把所有裡面故事 某些女性的角色就非要刺死她 不是的 那我觉得呢 有一些女性就故事当中 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女性 或者说Gerald 她对某一些女性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她也不尽然是所有女人当中 眼中的讨厌的花花公子 也不是这样 那我觉得她的作为呢 这么说好了 就是有一个平衡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写法了 那并且呢 我自己本人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 我也不怕别人探听的 对老师她有说 她一直都是跟她太太在一起 过得非常简朴 没有什么花花的生活 好 来下一个 hi uh my question is I'm involved with amateur theatre and I'm also a big fan of fantasy I'd like to combine them integrate them somehow but I find that it's kind of difficult just because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atre so I'm wondering if you have any maybe creative thoughts or advice about how you might integrate fantasy with amateur theatre 我是在不及近的 可以重新的答案 好 可能 可能 有些声音 在 咱们 你怎么能够了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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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之前 提起来 问题 是 什么样的 刑刑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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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你可以 剪辑 你可以 做 那些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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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人 人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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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材料 不是一件事 那些人说 不,它不可以, 魔法是不可能 在 fantasy 它是不可能 因为它是自然的力量 在这些故事 在这些故事 它是正常的 它可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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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是不可能 它可以认识 它可以认识 但是它可以认识 它可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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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实现性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就解释 简短的翻译 我们很怕下一场耽搁到时间 那基本上刚刚问的问题呢 就是如何把剧场整合到 比如说要跟奇幻文学来整合的时候 怎么样把这个剧场的元素整合在一起 那老师的回答其实是 因为剧场里面其实也是有剧情的走向 就回到他刚刚讲到说 像是魔法这件事情 也许剧场里面 你如何把这些剧情 你说他们之间的张力 他们的变化 这些角色的对抗 如何天衣无缝把它编织进去 所以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 或者说你是作为一个整合者 就是考验你的功力 那非常强调一点的是 他希望是真实的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整合不同的元素 就像你要让某个人会变魔法 在你的故事里面 你要觉得他是合理的 他是实在的 他不是突然之间 好像某一个人突然变成了很厉害的法师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真实性 是他对于在作品当中你放入其他元素的时候 要去做整合的时候的考量 好 谢谢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 那就请给我们的安洁大师 还有我们辛苦的翻译Alan 就给他们一个掌声